省界电军的南英伤公斤8日出战106学年度高中棒球联赛目棒组全国赛第一阶段赛事提前在6局以11比0后倒台南海市简称南水目前2胜1负还有机会强分组第一晋级南英总教练何信贤表示现阶段目标先进8强 首局南英从第三榜队长郭天信四坏保送上磊开始攻势中心棒自安打串联陈永哲将又成潘德伟接连送回队友南英率先抢下3分 二局高胜恩集出三磊安打下棒被保送靠着内野选择汉义安在下2分 四局南英黑路先锋汤家豪三磊打送回保送上磊的队友以6比0领先五局高胜恩补上一支2分 二磊打南英赛攻下3分六局靠着安打与对手食物追加2分达到扣岛门槛 南英逐步拉开差距后开始攻踢野手及投手共轮踢了4名投手接无10分 值得一提的是6局内仅有2局被敲出一支安打 其余都让南水三上三下 6局中外野手郭天庆漂亮的长船影师将打出二磊安的对手挡在三磊前 形成变相的三上三下 沉默两场今天打击爆发的高胜恩三打C二安打 都是长打带有两分打点 身为场上唯一的高二升 他透露场上都是高三学长怕自己表现不好 给自己太大压力放不开所以打不好 赛前教练也有跟他提点打击动作要改善 所以今天就发挥了 美职球探今天也到现场观看南英U18国手郭天庆的表现 郭天庆今天仅有一次保送上磊 没有安打但有一次漂亮长船对于自己表现不加赛后也面露失望 知道今天有球探太想表现有点心急没有打好